今天科学家提出来了 人的毅力确实能够影响环境 现在少数人明白了不是多数 量子科学 真正起到一点作用 是八零年代 1980年代 九零一年 现在是一亿三十年 这很近的事情啊 量子力学没有发现的时候 对物质现象解释不清楚啊 佛经上是有解释 我们看了也是半信半疑 佛在经上讲的 我们是佛门弟子 受了这个 古神仙仙的教诲 尊重圣仙 不敢批评圣仙 但是怀疑啊 到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 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现象是什么呢 是意念的累积 连续产生的幻想 那我们也看到了 菩萨出台经里面 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 跟这个讲法完全相同 那换句话说 佛经上所说的 得到寇修家的证明 说明说 凡所有象 皆是希望 物质现象搞清楚了 物质的本质是意念 就是念头 那念头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个科学家还没说出来 他只说 无中生有 我们不能说的错 含糊 不清楚 佛法里都对这个说的清楚 精神现象从哪来 他的提示自信 科学家没有明信见信 不知道有自信这个东西 那自信真难 科学能不能探测到 探测不到 为什么 它不属于现象 你怎么探测 自然现象可以探测 精神现象 物质现象都可以去探测 它不属于现象 所以这就难了 当然 有没有 不属于现象 实际上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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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